当地时间8月31日,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这样一张照片,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使兵,8月31日消息,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了夜视镜拍摄于2021年8月30日的影像,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,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,第18空降兵团指挥官克里斯多纳修少将登上一架C-17运输机, 他是最后一位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军人,照片中的这名军人,名为克里斯多纳修,系第82空降师指挥官,根据美国陆军官方网站,多纳修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,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,曾多次被派往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北非等地参与军事行动,当时,他在喀布尔机场登上了一架C-17运输机,成为离开阿富汗的最后一名美国军人, 随着飞机升空远去,也标志着2001年91恐怖袭击后,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近20年军事行动的结束,当地时间2021年8月29日报道,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29日遭火箭弹袭击,造成6名平民死亡。 据媒体报道,火箭弹击中了喀布尔市第15警区的一状防务,造成包括四名之士,战争留下的伤痛早已难以磨灭,在这期间,超过80万名美国军人曾赴阿富汗服役, 战争还导致2461名美国军人和美国公民死亡,另有2万多人受伤。 就在近期的撤离行动中,喀布尔机场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,造成上百名人员伤亡,其中包括13名美军士兵死亡。 在五角大楼的推文下,有网友留言,感谢多纳修和他的部队在过去几周领导撤离行动,但也有不少网友指出,美军的确都顺利离开了,不幸的是,美国公民却被落下了。 还有网友直言,这就是一场最不光彩的撤退。 美军完成的任务是,浪费上万一纳食人的钱,却仍输掉了战争。 滑稽的是,这场20年的战争,都是以美国人的流血作为开始与结束。 他们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,却没有能力赢的战争。 还有网友评论道, 以上的预定 Wir务押准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